很多人都喜歡喝可樂 而且一定要有氣泡的感覺 但是如果說消氣了不好喝 丟了浪費又該怎麼辦呢 美國廚師突發奇想 發明了炸可樂 把消氣後的可樂做成甜點 兩個禮拜之內還可以狂消一萬杯 但到底炸可樂是怎麼樣的一個方式 又是多好吃呢 我們來看看 打開可樂 咕嚕咕嚕大口喝 第一時間喝不完 可別馬上丟了它 其實沒喝完 放到沒氣的可樂還可以做利用 我們現在要做炸可樂 喝不完的消氣可樂也可以做成甜點 準備好雞蛋麵粉 鹽和糖等材料 可樂就能大變身 首先先把蛋打進來 三個蛋 將新鮮雞蛋和可樂一起攪拌 再混合砂糖發酵粉跟鹽巴 以及過篩麵粉打成麵糊 揉成條狀再切成小塊圓球狀 以190度的高溫油炸2-3分鐘就大功告成了 放草莓好了 草莓比較漂亮 這樣就完成了 蠻好吃的 小氣可樂經過料理 馬上成為一道看起來可口的小甜點 這個有點像甜甜圈的口感 你覺得好不好吃 還蠻特別的 口感很綿密 然後 甜度正好 炸可樂球吃起來很類似台式的甜甜圈跟雙胞胎 搭配奶油水果跟糖粉 能創造不同口感 另外消氣的可樂還可以拿來煙雞式滷豬腳 因為可樂內含小蘇打成分 有軟化肉質跟去油的作用 並有上色效果 燉中藥人參雞加入可樂 能夠去除苦澀的中藥味 發揮創意 可樂再利用 不僅不浪費 還能夠為料理加分 記者夏軍城李雅瑩台北採訪報導 記者夏軍 記者夏軍